反手的扑球相对来讲难度要大一些 而且有的进碗的球的时候确实不好处理 首先一点握拍一定要转过来 握拍反手的扑球可以说握拍转到最大的角度 几乎是正面 球拍的正面去对着球 转过来 原来这样握 转过来 所以上去以后抢高点 同样也是手腕手指的力量 动作一定要小 否则的话就会出碗 反手扑球同样采用向前跳起击球 击球前要及时换为反手握拍方法 击球时特别要注意充分发挥手腕和拇指的力量 击球时特别是得出 covered 击球时特别是发挥手腕 ir 北派 击球果图 击球时特别是用它 好厉害 谢谢观看